我是王小金 我在大华府这边经营一个CBA firm 在我们公司是一个package的形式 在做一些税务上的经营 Bucket Pay还有报税的处理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接受一些个人和公司的报税 美国税务局IIS 是向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全球征税的 所以说美国为了落实向海外资产和海外收入 它是需要有申报的 为了落实这一点 他们先设定了一个条款叫FBRA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表格114 这个表格114是要求美国纳税人 去申报他的海外金融资产 在2014年欧巴马推动下 国会通过了新的法案 这个就是FACA 我们所说的FACA条款 在FACA条款的要求下 IIS是可以和他国的金融机构监听协议 在监听协议以下的那些他国金融机构 它是每年要需要向IIS去申报 在其机构以下下面的那些美国纳税人的information 包括他们的名字ID 还有他的银行账户里面的资金流动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IIS是非常容易可以查到所有的海外资产和海外的那些收入情况 所以在FACA条款下面主要是指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指的是海外收入 海外收入是包括美国纳税人 就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 他们在海外所获得的工资 银行利息收入 投资收入 投资收入包括一些基金的收入 理财产品的收入 还有的就是租金的收入 这部分的收入是每年都需要在报税截止日之前 向IIS申报 并且这部分的收入是要交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个人所得税在他国 我们也同时已经交纳了一部分 所以说在他国交纳的这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是可以抵抗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外资产 海外资产主要是包括我们在海外的银行存款 一些持有的理财产品 一些持有的基金 还有人设保险等等 在这一部分的资产 我们是需要向IIS去申报 并且是在截止日之前去申报的 然后这部分的资产只需要申报 是没有任何的个人所得税 根据IIS的规定 如果这部分的资产在当年最高额累计到1万美金以上 我们是需要申报表格114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FBRA这个条款 然后如果在当年最高金额申报在5万美金以上的话呢 我们是要同时申报表格114和表格8938 所以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最好咨询你们的会计师 他是可以帮你处理这方面的税务情况 然后有人就会问 那如果不申报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申报 IIS一旦查出 你将会面临最高1万美金的那个金额罚款 然后在他通知你以后 你还是继续不申报呢 你的罚款就会高达5万美金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要记住的 感谢观看